百路源已经播出有段时间了 重要人物田小鹅也出场了 大家都知道田小鹅是个悲情人物 为了救黑娃 而越陷越深 成了众人口中的迎见女人 最后被自己的公共路三杀死 没想到随后白路源上就爆发了瘟疫 在这场大瘟疫中 死了很多人 其中就包括白家宣的媳妇仙草 许多人村民认为这场瘟疫 是因为田小鹅的冤魂 不在所引发的 要把田小鹅秀芬力描 但是作为组长的白家宣 坚决不同意 绝不 会向一个骚女人低头 那么这场瘟疫和田小鹅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只是村里人的迷信 死了就死了 哪里会有什么诅咒呢 村民们总要找个理由 来安慰心里的不安 据考证 这场瘟疫其实是一场大范围的霍乱 并不是阻咒 白路源李沁什么时候出场 白路源李沁饰演的田小鹅床戏 会被山巴 目前白路源电视剧才演绎到白家宣 在圆上播种药用英素 白灵刚出生 黑娃也还只是个半大富小的野孩子 所以白路源李沁什么时候出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根据剧情发展的速度 白路源李沁拿一击出来 估计要等到黑娃辍学 外出打长钩以后了 田小鹅的结局非常悲惨 他一生中与四个男人 有着纠缠混乱的关系 但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田小鹅最后一丝不挂地被路三次死在烂标土康边 这是他和黑娃 陆子林 白孝恩发生关系的地方 中田小鹅直到尸体 发臭肠去了才被发现 醉 后尸体都还被村民压在这腰塔 破腰被封死 勇士不得超生 至于之前WOWS GURN的白路源 李沁床戏是不是真的 这已经没有疑问 毕竟官方都已经把片段放出来 只不过 白路源上映后 中间停播了一段时间 复读后的白路源第一集 被伤减了不少戏份 尤其是开头的琴枪 所以也不排除 白路源李沁演绎的田小鹅的长戏 也已经被删除 至于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发展 我们还是七代百路源后续聚集的播出吧 文编www4hw.cnxgw微信www4hw 该剧是一部二十世纪初 为和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之 这是一种中国农村斑斓多彩 触目景心的长幅画卷 特殊的时代背景 浓厚的关中风情 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古老的土地 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 剧中朱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 白甲宣勤劳与自私 陆子凌望自成 龙 白孝文情感波折 白领头奔革命 黑娃被迫为匪 陆赵鹏追求理想 陆赵还设生为义 演绎了两个家庭不同子孙 曲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 大革命洪流不息 日寇入侵危机四府 三年内战社会动荡 白鹿园风云变换 古老的土地在阵痛中战利 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 必定在洗礼中成转 辩格要对旧体制和生产方式 重新改写 进中国将迎来明媚的阳光 张嘉义吉他关系 说起演员吉他响 并很多观众都不知道他 当然也不知道他是演过什么 或者在演艺圈又有过什么成绩呢 但是吉他可是和演艺圈的一名实力派演员 可是关系非浅呢 你知道是谁吗 许多人也都在问吉他和张嘉义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张嘉义主演的多部电视剧中 都会看到吉他的身影 在这小编就要告诉大家 吉他和张嘉义就是表兄弟的关系 电视剧《百路云黑娃扮演者》 吉他吉他 1981年7月 23日生于陕西西安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影视男演员 2003年首次参养电视剧 致命的承诺 饰演阿希 2009年搭档李佑冰 引头主演电视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剧中饰演芳阳 2010年与张嘉义 朱元元合作主演家庭情感剧《小这一家子》 饰演董旭 2011年再次与张嘉义合作 领衔主演爱情剧《你是我兄弟》 饰演马学文 2012年主演叠战剧悬崖 饰演任长 春 获得第二届最佳男配角奖 2014年搭档白雨 刘萌萌主演电视剧《刀三日记》 饰演金娑 2016年 其主演的电视剧《红旗漫卷西风》播出 随后网友潘希103爆料陆寒和郑爽交往称 刚有一圈内人士基本正是陆寒、郑爽确实在交往 据说已经同居半个月了 这也是张汉郑爽分手的主要原因 还听说郑爽郑荣 就是为了配得上陆寒 陆寒 1990年4月20日 中韩集海 外多面发展的中国街男歌手 演员 2008年 陆寒赴韩国留学 留学期间被SM Entertainment 公司星探发掘 2010年 签约成为旗下练习生 2012年4月8日 以Ezu Ezu M组合成员身份出道 2013年7月 在Ezu专辑狼与美女剧情版MV中 担任男主角 2014年6月 出演陈正道指导的中韩和拍电影 重返20岁 2013年8月19日 其个人微博单条评论创吉尼斯世界记录 成为中国中文社交媒体的第一个对外公布认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缔造者 2014年10月10日 陆寒由代理律师向韩国首尔地方法院递交起诉书 申请与SM公司合同无效 2015年8月28日 确认参加奔跑吧 兄弟第三季 9月14日 陆寒首张个人 数字专辑 Reload It 正式发布 9月25日 陆寒微博评论超一亿 再度 刷新世界记录 10月14日 演唱的 我是证人主题曲勋章 正式发布MV 11月 陆寒凭借勋章2.0 斩获Billboard公告牌 排行榜冠军 12月10日 陆寒首张个人专辑 Reload It 正式开始预售 12月23日 SM娱乐告陆寒侵权宣判 陆寒无责 热巴跑难隐退 Baby武装上扭装强势回归 不像李小璐有了 甜心娱乐圈后的沉寂 Igobby生完孩子三天 就出院先轰炸雷子娱乐圈 也安抚了广大即将 要生宝宝的姐妹们 原来生孩子这么简单 之后就又马上表示 要重返跑难 终于终于 这一天真的到了 迪丽热巴小人隐退 Igobby这个辣妈 这次不再以农妆 和舞制住全场 而是以裸妆强势回归 现在又 是个火辣辣的五月 Igobby的裸妆 注定要刮起一股裸妆选风 不再是农妆公主犯 Igobby这次的裸妆 陪着大气的穿搭 性感与朝气的凝聚一身 有墨有 超有气质 当然护肤达人范范 也给大家带了了 Baby裸妆的拆解动作 哦 关于眉妆 我们化裸色妆的时候 眉妆最好搭配 与发色一致或者比发色 稍浅的眉粉 在眉头四分之一处 用眉刷往上刷 剩下四分之三的眉毛用 眉刷摘去眉粉 顺沿着眉毛 生长的方向刷开 眉粉填满眉毛线的空气 眉毛会显得浓密又自然 说着就又到了外面铁板上 放个鸡蛋 马上就煎熟了的季节 对一个女人来说 感妆技巧绝对是不能少的 当然baby女神也教给我们 夏日同样不能少了冰淇淋 哈哈哈哈 裸妆眼妆重点 手指指副 摘取带珠光色的褒色眼影 轻轻点按在眼窝中 使眼睛有闪闪发亮的感觉 眼头壳下眼瞼 用眼影棒摘取珠光色 眼影画出细细的卧残 有点亮眼头 增大眼睛的效果 睫毛夹翘以后 上下睫毛都涂上睫毛膏 眼睛更有神韵 直播中 Ingo Bui告诉我们 裸妆真的可以好美 哦 棒嫩什么的不在话下 baby强势归来 裸妆之脸颊重点 选择裸色的腮红 用腮红扫扫在脸颊上 按涂上锁势刷出一个倒三角以后 晕染腮红的边界 使腮红与底妆更加融合 显出脸颊自然的好气色 其实画裸色的腮红更像 是画修容 不会过于粉嫩的裸色 更能柔和脸部的轮廓 妆容更加整洁 Ingo Bui这次的强势回归 从妆容上看的确成熟了好多 那么具体的表现呢 在快难上拭目以待喽 当然了 如果夏天要照照艺术照什么的 也不需要油腻腻的浓妆 裸妆 粉色眼影 粉丝腮红 瞬间桃花妆出来了 哦 对了 裸妆还有一点要注意 唇妆 罗色嘴唇似乎很难驾驭 因为色彩的宝盒度低 衣布留心就会 变成嘴唇发白 我们可以选择裸粉色 或裸橘色的唇彩 作为主要的唇布彩妆产品 裸粉色和裸橘色的唇彩 透出淡淡的唇色 唇彩质地的光泽感 更能使唇妆更加闪亮 好了 卫比罗装拆解动作你 学会了吗 师傅孟非开店她去捧场 小月月辣到满头汉网 一余六五月二十三日报道 五月二十二日中午 小月月发布 晒出了她在孟非与哥德刚喝开的小面店里 捧场吃面的照片 小月月晒出了两碗小面的照片 看着很诱人 对面的孟非吃得正欢 而自己却早已拉得满头大汗 并配闻到 第一次吃孟非的小面 居然是在墨尔本 听说是跟我师傅一起开的店 好辣好好吃 师傅开店徒弟自然要捧场 网友们看到了 纷纷留言 付钱了吗 还有人显然是也心动了 忙问价 多少钱